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法师 你曾经在讲习中开示 今生互为父母子女有四种姻缘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这个四个姻缘不是我说的 你说你曾经在讲习中开示 这不是我的开示 这是佛说的 我不能把佛说的 就认为是自己说的这个故事很大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是佛讲的 如果今生互为父母子女 是因为子女要向父母抱怨和讨债 该子女将来必定会因大逆不道 而遭受极重的握抱 如于此情形 应如何教导该子女 使之不造极重握叶 并能够反过来报答父母 今生今世养育之恩 那如果父母与此种子女 那如果父母与此种子女 时应如何 你问得很好 你想的也非常正确 这个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是过去生中的意义 过去生中虽然有意义 假如今生要没有缘 因缺乏缘 不会起先行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今生 后天的教育非常重要 佛家讲缘身 他不讲阴身 缘身是什么意思 缘决定 善福的果报 如果从因上说 摄法界的因 夜阴 每一个众生 阿赖耶诗里头都居足 只可以说 各种夜阴 这个力量强弱 不相同 这是在法相中经论里面 说得很清楚 由此可知 善的因 遇到善的云 必定解善果 善的因 遇到不善的云 善果也不会先行 那么虽然不是善果呢 也不至于探悟 但是 我的因 要遇到我的云 这个果报很恐怖 我的因 遇到善的云 那个我因 也就会 抵消掉了 由此可知 佛家 缘身 是大有道理在 缘身 就要靠 后天的教育 那么由此可知 前身的夜阴 关系不大 是可以转变的 只要你觉悟了 你就能转 在我们佛门 最具代表性的 是 廖凡 思绪 廖凡先生 秦一生 实在讲 没有什么大善的 也没有什么大悟 他遇到的云 遇到孔先生 也算不错 把自己 妄想 杂念 摆平了 但是 对于自己的夜报 是通过 与他们的夜阴 就不能够 转动 所以我们 趁廖凡先生 在没有遇到云姑大师之前 他是个标准梵夫 我们是凡夫 连标准都不够 他是标准凡夫 遇到云古禅师之后 他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命是自己造的 过去生中所造一切业因 自己造的 不是别人给你的 自己造自己当然可以转 他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这个四世真相 于是断卧修善 把自己的卧缘统统断掉 阿赖耶诗里头 卧的叶息种子就永远不会现成 善种子拼命跟他加善的增上云 于是善的果 比孔先生算定的 要超过很多很多 孔先生算他命里头没有公民 举人 静似是公民 他命里头只有秀才 但是人家也考中了举人 也考中了静似 命里头没有儿女 他有两个孩子 命里头只有五十三岁 他活到七十多岁 这就是你懂得道理 你就能够改造秘密 那么至于儿女 如果是冤亲债主来投胎的 这个事情难免啊 但是也可以避免 怎么个避免法呢 你们读安事全书 学学周安事 去行了 周安事一生的 持宅念佛 断悟修善 他在佛菩萨面前许愿的 希望啊 这个抱怨的 讨债的这个小孩 不要到大家来 希望佛菩萨帮助 这个抱怨的都来